在效果事件上或许是有些人的功力退步了 这次居然没按着我们的头让我们反思 很显然法无禁止皆可为 已经不能再被某些人当作诡辩的挡箭牌了 这次效果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是这些年来比较罕见的 抵制批评要求严惩的声音占绝大多数的一次舆论风暴 除了个别大V依然沉浸在齐墙两面吃 今天的自己否定昨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否定今天的自己 这种流量最多赚钱最多的说话方式里头之外 绝大多数我们这样的普通网友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在原则性问题上都表现得非常正气非常团结 或许是因为效果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再清晰不过了 也或许是因为有些人缴舆论浑水的功力退步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次居然没什么人敢堂而皇之的站出来 按着我们的头要求我们反思了 说实话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毕竟以前的他们那可比这次要嚣张的多 我们来看看这次效果事件和以前遇到的舆论事件有什么区别 在以前的各种舆论事件中这些人总说法无禁止皆可为 可这次这种声音几乎绝耳了 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效果事件在演出内容上踩到的是严重侮辱人民军队的红线 现在各地的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都已经纷纷依法立案调查了 所以在效果事件这件事情上法无禁止皆可为就无法再被某些人当成诡辩的挡箭牌了 我这阵子对跟效果事件有关的几乎所有新闻资讯都很关注 最近我刷到一段被剪辑过的以前罗翔老师的视频 从舞台背景和演出内容来看 这段视频应该是以前效果付费邀请罗翔老师来捧场的一段脱口秀节目当中的一部分 在这段视频中罗翔老师贡献了不少金句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以下这些 所以最后要怎么判 判处王建国没收搞笑工具 礼担剥夺搞笑权利终身 其实我个人觉得人们本身不需要普法 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不过我相信效果文化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这个视频在当时要是能把观众给逗乐的话 那也只不过是一般的好笑而已 可在效果事件发生后的今天 再把它拿出来看一遍的话 那就不是好笑那么简单了 我甚至都觉得已经有点预言的意思在里头 效果确实不错 但是好笑的并不是效果编的笨子 而是效果本身 还有效果的这群人 罗祥老师说 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 那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罗祥老师说的人渣是谁呢 今天的效果事件 已经给我们展示了最佳的现实例证 在我看来真正扎的其实就是在公共舆论事件中动不动就高喊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那些人 舆论事件本身就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对于道德对于价值观的讨论 不涉及犯法的舆论事件就嚷嚷着法无禁止皆可为 可一旦触及犯罪的舆论事件 那些人就挽起了道德绑架 高喊什么不要一棒子打死 什么应该逞前避后治病救人 这未免有点太耍流氓了吧 任何真理都是有适用范围的 法无禁止皆可为也一样 我希望我的这个观点也能和罗祥老师共勉 毕竟昔日梦想着屠龙的少年编成了恶龙 终究不是什么美事 除了没人说法无禁止皆可为 在这次效果事件中跑出来扯什么言论自由的人也少了很多 毕竟新冠疫情闹得最凶的这两年 也算是给咱们中国网民开了大眼了 最喜欢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美国人嘴上说的和实际干的都是些破事 我想大家现在心里多少应该都有点数了 一些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 凡是涉及和中国有关的议题 节目视频就给你加各种阴间滤镜 文字报道就极尽造谣污蔑智能事 对外如此对内也一样 在拜登上台之后 英文互联网上的各大社交媒体几乎都宣判了川普的无期徒刑 美国一人侃爷就因为说了犹太人几句不是 结果也落得了和川普一样的下场 在言论自由的美国 川普和侃爷这么大的弯都没法好好说话了 这次效果事件的演出内容犯法了 公知恨国党们哪还好意思再扯什么言论自由呢 不是吗 有些公知恨国党现在憋得难受 他们提了一个假说 说这次效果事件闹得这么大 只怕要把脱口秀这个在中国财路尖尖角的行业给逼死了 你说你们这些人平时老喜欢扯什么打击不要扩大化 怎么这回你们不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呢 从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开始 全国各地陆续对效果进行了处罚 或给效果提出了整改建议 愿有头债有主 谁犯错谁负责 有必要把其他奉公守法的脱口秀艺人给绑上吗 所有这些把整个脱口秀行业绑出来挡箭牌的人 说白了就是在故意搅浑水 好方便给风口浪尖上的效果 制造逃离舆论谴责的模糊空间罢了 有错就改而不是顾左言他 这才是保护一个行业的正确态度 要是广大善良的普通网民 就这么被他们设置的议题给带进他们的节奏里去 那才是脱口秀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 至于个别大V在效果事件中的那些言论 我觉得我们倒也不用太在意 连违法乱纪的事 侮辱军人的事都还想着霍西尼的人 我们的在意反而是对这种行为的鼓励 别拿他们当鬼事 他们自然什么都不是 这次由效果事件引发的网络风暴 大家的观点高度统一 这和以前任何一次网络舆论事件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 新时代的滚滚潮流 个别大V跟不上这股潮流 还幻想着两边骑墙雨落军砖的好事 还沉醉在流量越多赚钱越多的迷梦里 这些人怎么选择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只是普通网民 我们只要保证自己在大事大肥问题上 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好 宽容是有边界的 它不是纵容 失去了边界感的宽容 到头来只会成为不义的帮凶 原则问题是不能拿来妥协的 否则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放弃一点 明天在那件事情上后退一步 总有一天所有规则都会被破坏 所有的禁忌都会被脱敏 当最起码的敬畏心和责任感都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的舆论环境恐怕就彻底进入到虚无主义的状态 如今有一句网络流行语是这么说的 拿着几百块的工资你玩什么命呢 这话用在其他从业者的身上或许是玩笑 但用在子弟兵的身上那就是莫大的冒犯 因为子弟兵就是这样一群 拿着很普通的工资随时都要面对危险 甚至在关键时刻还得去拼命的人 如果效果事件不被严厉追责 最终都像那位大威呼吁的那样 对效果这个企业应该治病救人 以后谁会去参军报国呢 绝大多数人能够岁月静好 是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在默默的为我们负重前行 我非常反感 才多大个事你叫什么真 这种凡事都无所谓的人生态度 因为我们始终坚信 真正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 就是那些不怕麻烦愿意较真 埋头苦干干预牺牲的人 从十几年前公知恨国党的群魔乱舞 到今天人民群众在效果事件中的重人实柴 我想这种变化本身其实就说明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正快速凝聚着一股新的力量 这股力量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 它的存在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学习自我教育 砥砺奋劲的结果 它所象征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 几只小鱼小虾的哀声叹气 改不了潮流的运动方向 因为时代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二十一条温或是别怯着 是在这里面之间的 不自然是什么 还是让人到房门 遇到客变化 如航路時代的潮流 就是在来愿意输了 出发越后